西皮笑脸!主动向中国示好!这不是之前高喊澳洲站起来的总理吗? 日前,刚刚结束对华访问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斯蒂文乔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中澳两国都承认存在分歧,但我们的关系已经足够成熟了。 实际上,除了这位贸易部长外,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日前也做出相应的表态称本人很期待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 此外,据观察者网最新的消息称,澳大利亚外长比小普在与中国外交部长进行会谈之后宣称将尽快访华。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反华言论在澳大利亚境内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利于中澳关系改善的报道。 很显然,经历过一系列的反复无常之后,特恩布尔的对华政策又迎来一个新的轮回。 当然,特恩布尔每次做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姿态,都与当时的国际商业背景有助直接的关系。 上次拒绝参与美国推行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背景就是国际铁矿石因为钢铁产能过剩而供大于求以及价格大跌。 为了挽留中国这个大主骨,特恩布尔不得不采取措施缓解当时中澳两国的紧张关系。 而此次特恩布尔再度放弃对抗政策而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背景又是什么呢? 日前,有澳大利亚业界抱怨中澳两国在此前所签署的有关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肉类产品的协议,至今一直被推迟,显然与目前两国关系紧张有直接的联系。 甚至还有外媒宣称澳大利亚红酒在中国海关通关受阻。 甚至有国内媒体呼吁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和红酒。 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或者中国政府最终是否会采纳媒体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可定的是,特恩布尔的却害怕了。 毕竟,近期以来,澳大利亚为了讨好美国,亦不亦趋地对中国的一些商品进行制裁。 因此,澳大利亚此次突然转变对华态度,显然就是试图利用与中国改善关系, 以此来逃避此前因为追随美国贸易政策而有可能面临的贸易报复。 此外,与此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是,特恩布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就是随着美国的战略需求。 现如今,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而失去美国这个大靠山的澳大利亚, 在无法评级自身能力在贸易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情况下, 选择追随美国与中国握手言和,就成为了特恩布尔唯一的选择了。 由此可见, 鉴于特恩布尔政府对华政策一贯的反复无常, 足以证明此次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动机并不纯粹。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针对澳大利亚方面就改善与中国之间关系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诉求进行回应 实称澳大利亚只有先解决认识问题,才能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基本保障。 很显然,一个反复无常的特恩布尔政府,相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最基本的信任度。 因此,中国虽然欢迎特恩布尔政府放弃对抗改善中澳两国关系的做法, 但却必须对其观其言而查其行了。 对此,环球王5月22日发表社论称, 中国不妨在与澳大利亚关系上做一次坚持原则的示范, 让澳大利亚为自己过去对中国的嚣张态度付出必要的代价。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从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中割一块肉, 补到从美国进口中去, 让澳大利亚反思一下该如何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做好平衡。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一直都很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并没有对其一些出格的对华政策做出什么大的反制措施, 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评级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在南海和平稳定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然而事实证明, 澳大利亚近年来由于以为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 不但已经沦落为南海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甚至还成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正常经贸投资活动的最主要障碍。 现如今,南海主权纷争在中国和东协各国的共同努力下, 已经初步得到解决。 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贸投资活动, 也因为受到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欢迎,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在中国眼里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幅降低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还不知死活地继续在南海问题, 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正常商贸投资活动制造麻烦, 因此, 如果澳大利亚继续在对华政策上反复无常的话, 中国的反制就是在必行, 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此可见, 澳大利亚此次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如果不拿出真正的成立来, 甚至还和以往一样反复无常的话, 那么,环球网22日所发表的社评就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让澳大利亚吸取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同时也让外部世界看看, 主动挑衅中国对自己并不是好事。 Q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You may like 吴亚新再报卖银 吴亚新176章性亲照不雅照片全集被八部堪入目 有片,高中生常进果 阳台吸吐影片遭疯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